便利店正在上演一出零原购 收银小哥与俩劫匪正在就电子支付与现金使用的重要性 做深度交流时 一个不醒目的文弱女孩突然插入 要求买单结账和找零一购三连 气氛突然有些尴尬 小哥一看 我这也没零钱了咋办 女孩一看 劫匪的包里不是有吗 伸手就拿了出来 两个劫匪忍不住怒火 抢奸得认真点 女孩劈里啪啦一针动手 将二位搞定 您现在看到的这部热门韩国电影 叫《芭蕾复仇曲》 灵感来自几年前的韩国恩号房事件 话说芭蕾咱懂 复仇也明白 这五个字放在一起啥意思呢 还是先和一刻一起从头按顺序正经看看吧 刚才的打斗为本篇奠定了暴力基础 接下来的环境则烘托了氛围 女孩去找好闺蜜 倾斜的视角和乱七八糟的贴话 配合着无限反射的镜面 暗示着女孩将陷入无尽的危险之中 随后她进入闺蜜的房间 没有人回应她 但昏暗的蓝粉灯光 进一步给危险上了色 女孩看到一个礼盒 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 请为我报仇 她立刻打电话给闺蜜 铃声却从卫生间传来 而她的好闺蜜 已经在浴盆里自杀了 好闺蜜是一名芭蕾舞演员 女孩叫张玉珠 她的工作像是一种高级保镖 给一些重要人物提供安保服务 回想起过去 再看看眼前 一定要为她报仇 不久后 闺蜜的手机接到一个电话 玉珠的沉默不语 被对方当作身边有人 不方便说话 那人在电话里说 明天到某地方见 不然就让你身败名列 挂了电话 玉珠知道该去哪儿报仇了 在一个大桥下 她看到了线下的非法交易 也找到了威胁闺蜜的男子 一路跟踪而去 得知了她的住址 等到第二天男子离开后 玉珠撬开锁 潜入这豪宅 然后在一个柜子里看到 她一定是个牢狱爱好者 里面全是各种刑具 琳琅满目 触目惊心 心惊肉跳 而在抽屉里看到了许多优盘 上面写着不同的职业或身份 从酒吧营销到电影解说up 应有尽有 玉珠拿起一个写着芭蕾舞演员的 显然这里有她要找的真相 果然看到了闺蜜被偷拍的视频 她在视频中昏迷不醒 明显是被人下了药 闺蜜的自杀与这个男人脱不了干系 去哪里能把这条鱼钓上钩呢 当然是要去坏人肯定会出没的地方 玉珠来到酒吧 先是假装不经意 再来个投怀送报 这个坏蛋果然上钩了 邀请玉珠回家里坐坐 随后 这个四海为家的坏人 带着玉珠来到被她视为家一般的酒店开房 看得出来她是常客了 与前台小哥的眉来眼去 被一珠看在眼里 而角落里还有一个男人 佩戴的电子脚镣说明 他曾是个重刑犯 随后二人进入房间 男人声称 为了消灭尴尬 不如先喝一杯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